嗨,我是文科瓦的Dr.Joachou 今天您主要是活学活用南外景老师的进度于长生不老书中的 首先要指出,南老师所说的长生不老不是我们想象的永远不死 南老师说的长生是没有什么病重的趋病延连的人生 使这些生命进度的时候健康急剧的退化很快的死亡 南老师是很好的例子 你看他教本中,他已经是95岁了 是他临死前数个月在明月典礼中的临别圣言 看起来很健康,全部并容 南老师阅读和十多岁都需要带老发眼睛 指出他的生命的阵头 他的思想、理念和讲话都很清楚 跟他六十多岁的时候一样 南老师满年接受进驻和禅定 他很强调彭斯的知识 他签订满足学生不要上最左方的那个昆德利尼的做指头 不要一脚插在另一脚的下方 最小要上途中生的单彭斯做法 老师没有解释 为什么要怎么样? 首先要补充解释上级有关彭斯的进驳方法 南老师说 左边图那个昆德利尼显示的盘学方法是不进驳的 但他没有解释 现在又补充 当盘学不进驳时 盘图不能进驳地盘起来的时候 盘图不能实际 即使图不能实际盘图上失去了即使的正常出现 即图不及有爱气贴背的出现 就算有气贴背也难以将气贴背的反应加强 我将气贴背顶头旋 应以为 太极如枝式反泻 太极如笛枝式反泻 如故事基础规矩最顶结 底故事基础规矩最终结 只要一来将练成太极权式出现的气贴背 顶头旋 实际续规矩 即使良化 总结为一个可以客观的良德 客观的观察 和客观的比较的即使良化 练成了太极如笛知识反射的话 练静坐和展章就可以久坐久站多了 外国人不但容易明白 因为有兴趣做研究 The Cranial Sacral Postural Reflective Type 这个概念 我的文章已经在美国家族的 太极Magazine出版了 这个Magazine在 2014年4月号的 issue里面出版了 要购买我自己出版的 中英文小车之后 可以跟我联络 气贴背顶头旋 就能够配合上一集 男老师说的练功三要点 腰要吉 腹不能大 筋要圆稳 腿可以长久的盆着 腹要小 腰要吉的要求可以用练健康 抗营食可练其动功的太极拳 进功的静坐练琴 颈部的圆文的要求可以练顶头旋 加上运动可隐习的通学管法练琴 在南前七日 男老师也教会了回中西加玛利福 叫他儿子劳哈罗修阿纳班纳的 夫西三观的修行接近 阿纳是夫处的出席 班纳是昔日的日式 这连续由中英文句目 符在本篇上面的书名 这里就叫简介和补充 以再以下经验 修阿纳班纳听起来很简单 又低着很容易是收集日定 但修阿纳班纳最小又由 南老师上次拿三个条件 才可以长久的定在一个姿势 才可能日定 假如你做了一尾的腰酸被痛了 怎么能日定呢? 南老师告诉我们 练静坐时不应该勉强坚持 不舒适地马上一下咒 正确练法是修西后再练多做几位 修阿纳班纳的修停西等于 注意阿纳突西我班纳日西 之后停顿那一段时间 停顿就是无夫无妻那一段时间 有成绩的表现在冷冻环境 也不较冷 展练也慢慢的减小 但南老师告诉我们注意还是注意 但是不能够故意 所谓有意无意之间是争议 数西不是数夫西的次数 是数停止不用夫不用西的 停是次数 只要数五六次 停止不用夫不用西的 慢慢的能日定就够了 数了很久的不能日定的话 这是功夫没到家了 那么应该在其他的基本功下加强练习 能日定之后是练徐师 徐师是西长继长 西短继短 西短继短 西冷继冷 西日之日 据南老师说 去为西南再加行的话 很快就有定德会 神通开机会等等 在南前契乐上面 南老师也有教用丹田契练中金刚咒 正开终末的方法 丹田也是基本功 丹田如记录 人人该有 但要练才可以其作用 如心音 人人该有 但要练才能唱瑞语歌曲 同意吗 至于中式结合回春法 我的研究有了初步的诚实 各位听我的心音 一定猜不到 我是一个 四十岁的老人 大网球是跟年轻人一般 可以发球上网 至于练回春功 最重要的基本是丹田 例如南外景老师 叫我们练宝琴器的时候 最重是丹田 没有丹田的基础的话 其他都是空谈 我的丹田有多少丰富 请你听听我唱首明星小姐的 乐举乐本歌星的手段 我唱首唱首天 你叫我唱首歌 你唱首歌 谁唱首歌 漫漫如醉 擾心城 愛它閒靜 教教明月 了我心靈 眼淚盈盈 有暗淡 我開戀 愛它閒靜 難 悲 愈一日豐榮 早知與此相師父 哎 我的心會當年 太淫情了 我吹了用楠老師的做成法 跟太極拳練到了丹田一位 最大的收穫是用楠老師的方法練眼睛 看書看東西的能力大大的改善了 戴了二十多年的老花眼睛 已經有三個月不用再戴了 機緣訓練 中國文化中很多常常都是利用丹田的 武俗 過目局等樂局的演員都要求要唱念周達 都是由丹田為根底為最好的 長榮的驚奇 訓練 要求也是要能打也能唱 太極拳名詩中最擅長唱驚奇的是 吳圖楠跟吳恭儀楠為師父 從座長培訓出來的福不丹田 可以通過太極拳和唱中國氣曲 對強化 座長的保平氣狀態是 居然困練的另一種方法 保平氣是蘭娃伊金老師很推崇的座長呼吸法 因為人口老化的關係 理系螺絲的無屬於金幣 被誘惑的太極拳垂倒一致了 在外國文化中是沒有丹田的 所以外國人對丹田的飲食不深 Professor Ralph Lauren通過在夏爾的推薦學系後 知道丹田呼吸法的重要商合和合作研究 演唱古典音樂的各級呼吸法 和約局和氣功的丹田呼吸法之間的關係 美國的學識界對生死物和他們不認識的 但是因為有價值的生死物都很有興趣研究 例如圖中的Professor Ralph Lauren是音樂教授 他完全不懂丹田唱法 但對丹田唱法很有興趣 他邀請我跟他一同寫一篇有關丹田唱法的論文 然後人口申請著一個國際論壇發表文章 申請的審批委員委的結束題目是有關丹田唱法的 因為在下個文章中提出 打太極的丹田和唱中國戲劇的丹田是相同的 所以用中國戲劇的丹田唱法 練丹田最哲學、最有效 用太極的練法更好 昌盛就是中國的戲劇第一次登上了國際論壇 至於我怎麼樣活學活用蘭老師的經驗呢? 她是天生不懂唱歌的 也我是很喜歡唱歌 而且發現用丹田唱歌 朗誦可以代替蘭老師的呼吸法 我的回春戀是成績是證明 我跟蘭老師一樣 閱讀或十足的時候是不需要戴老髮眼睛的 還有一點是我真身的體驗 但蘭老師沒有嘗試的嘗試 我的體驗是假如你的嘗試功夫 到了一個階段以後 你可以無私自通的做嘗試的 途中的六足會能所作的 有名的無私自通嘗試是一個例子 《菩提本無術,明鏡亦廢,本來無憂,可處也塵埃》 這首有名的詩 得到無足紅人嘗試傳授他的夜幕 在下的禪定功夫雖然不深 但是也可以無私自通的嘗試 在下用也無禪這個公案做的一首可以朗誦 也可以唱的嘗試是粵語的 《野獄,竟有參善名》 《前生,屬為是通靈》 《因果之團,迷未解》 《共規,一位獨不成》 《五百年唱,鏡花影》 《白象蟬絲,解係靈》 《八個月,一位獨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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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丈是世界 係靈雅 Thank you for watching, I am Dr. Giorgio,我是柯醫生 假如你喜歡這部電影的話,請你點擊喜歡 還有跟其他的朋友分享 在其他的媒體還是面書、Facebook的地方跟朋友分享 最好是在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你訂閱的時候,我知道這個電影很多人喜歡 我就多做這方面的電影 訂閱是完全免費的